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 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农历新年是全中国最重要的智日 这些外国势力竟然在继续反中乱港 竟然在大年初一又走来说三道四 想说的是末代港督过去政客彭定康 在影片未开始前 麻烦大家继续按我头壳顶上的小钟 订阅我频道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条短片 记住把我的短片分享出去给更多人知道 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开始 这班外国势力又借机在播毒 大年初一肥棒在英国牛津市 参与当地居民所举办的所谓贺怜活动 他参观了各个贪当后 以主港嘉宾的身份支持 肥棒说不明白香港政府 为何为23条立法这么大决心 还乱说比喻香港政府现在 已经可以因为人家掩着鼻子 就将它监禁 摆明又想带起另一浪的抹黑潮 末代港督借大行间抹黑23条 肥棒支持到下半部 有记者问23条立法 肥棒你怎么看 他当然不会放过抹黑23条的机会 懒饭炒完可以再炒 又借大行间黎智英不撤陪审团 说造成司法不公的例子 其实没有陪审团案件 西方比较皆是 其实对于西方一众反华的小丑 对香港法治疯狂的攻击和抹黑 律政司司长林定角和不少法律界名人代表 已经解释过很多次 香港是拥有稳健的法律制度 以及深厚的法治根基 根据港区政府23条的立法过程当中 亦都会适当地参考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 其实在一国两制之下 香港一直沿用英美国地方推崇的普通法制度 而普通法制度里面有一项共识 就是当遇到某些特定案件 尤其牵涉国家安全的时候 陪审团制度就未必适用了 而事实上不设陪审团这个安排 亦都不是香港独有 港大法律学者高丽文 就在电视《有法国安》里面 亦都表示 英国、澳洲、新西兰等 都是走普通法的国家 在处理国家安全和严重案件时 都不会设有陪审团 在《有法国安》第8集 都解释了为什么不设陪审团 以下留言区有个连结 大家可以进去看看 我们又以末代港督的家乡 英国做这个例子 在2003年 新校刑事诉讼法 就规定 只要法官相信陪审团受到影响和风险 就应该采取避免此类风险的措施 包括免除陪审团仅由一位法官负责审案 以确保司法公正 难道我们又可以说他们的司法不公正吗? 《基本法》23条事在必行 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核心价值 亦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安定的关键 说到尾 完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责行机制 市民的权利才可以自由和受到更大的保障 其实大家只要看一些西方的反华小丑 对23条立法有这么大反应 就知道我们是多有逼切 要完成23条立法 23条立法绝对是正确的下约 填补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后缺版 唯有23条立法后 香港才可以聚注聘经济 为民生 踏赏由智及轻的新征程